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怎样走向呢 这个问题呢 确实是我思考了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因为自从武汉发生疫情以来呢 对于疫情扩散到美国 扩散到欧洲 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做了许多的调查研究 包括电话调查 包括知询各界的意见 这些呢 也包括看了一些联合国的报告啊 包括是智库的一些信息 我们认为呢 未来三年 全球经济将全面 走向衰退 这是一个 可以肯定了 这个衰退呢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 新冠疫情 这个疫情造成的 另外一方面呢 是过去十年中呢 这个各个国家的泡沫太多了 中国有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 美国呢 有美国的股市的泡沫 所以说 说这些泡沫必须挤掉 欧洲呢 欧洲最近十年也是发展非常缓慢的 那么有这样的说法 就现在已经反想到了 就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 奥巴马总统呢 其实他是通过硬刷钞票 来投放这个钱 再进入股市 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问题 特别是川普执政以来呢 川普也没有有效的解决美国经济上升问题 美国急要解决的是 美国的基础设施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我们所在的美国 这个包括我们看一下 它的整个基础设施 道路 比起中国和日本 甚至欧洲一些国家还不如 那么作为世界的第一强国 做到这个程度来说 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同时呢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1929年的经济萧桥呢 是由于多种的泡沫造成了萧桥 那我们现在看来呢 它和1929年的危机 有非常相似的一方面 所以说我呢 很细致的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1929年的经济危机 和就是现在这场新冠危机 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总之它衰退是一定的 在这大衰退之中呢 它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呢 我这个这个学问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发现 这个现在经济的衰退呢 和29年经济危机呢 共同的地方是第一呢 都会造成很大的失业 现在美国也看得出来 欧洲也看得出来 包括此时此刻 世界人民可能都处在半失业状态 甚至全失业状态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它都会造成一个经济的大萧条 这个经济大萧条呢 也是必然形成的 这个包括还有个原因是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思想的对立 因为全球呢 全球咄咄逼人上升的共产主义的中国呢 和北朝鲜的这个呢 它是包括中国提出来要取代美国 甚至说要成为这个整个做世界的霸主 或者至少也是太平洋足够大 能够从下两个大国 这么种思想 所以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第三条呢 它必然会挤掉当前的泡沫 这些经济的泡沫会挤掉 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 它会造成全球范围的危机 我们认为这场危机呢 比1929年经济危机还要大 因为这次涉及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北自格陵兰岛 南自这个整个乌斯淮亚 乌斯淮亚是离南其最近的地方 西自南非 北到加拿大的最北端 都存在着疫情 所以说呢 这场疫情呢 有可能引起一场是什么呢 引起一场世界对中国的围堵 而且呢 也有可能会形成一场热战 这是一种大概率事件 但是会不会发生热战呢 习近平说不清楚 大纳川普也说不清楚 因为这个事还是根据这个的发展 但是呢 对中国的围堵已经形成 就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这个 对疫情的隐瞒 但还有说法是 这个说已经掌握证据 是对中国武汉实验室呢 泄露了这个疫情 所以说这种说法也是 盛销成上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 经过细致的研究 经过我们的做学问的考察呢 是会对未来三年的全球经济呢 构成一个很大的衰退 将会使呢 全球经济都来受伤 这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云农刚才你谈到未来 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应该说还是有一点悲观的啊 那么我们再转换一个视角 你觉得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 是否会走向动荡呢 各国之间的关系呢 不一定走向动荡 但是呢会走向什么呢 会走向反全球化 这是我们发现的特点就是 全球化在世界呢 走了七十多年了 这个七十多年中呢 其实全球化也带来了好多好处 和福利的地方 但是呢 全球化也有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会造成一个整个的 世界一体化过程中 对防疫的对疫情呢 没有太多的免疫能力 而且更多的是 这次获得好处的是中国 虽然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 野井质学的态度来说 我们看问题是看在 站在国际视野的角度来看的 站在一种普世价值 人类共同的正义和良知的角度来看的 刚才我们讲了 新冠疫情的危机 会造成一些悲观情绪 这个但是呢 1929年经济危机和 现在的2020年新冠疫情呢 又有六大不同的地方 这个不同的地方呢 很有意思 就是1929年的时候呢 美国属于是 经济上升期 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呢 非常的完善 各方面呢 而且经济呢 没有造成通货膨胀 就是美国当时呢 它是金本位嘛 黄金和美元是挂钩的 所以说它没法造成通货膨胀 那这一次即将造成通货膨胀 这是中国通货膨胀 美国通货膨胀 甚至欧盟其他国家通货膨胀 那我只有两个国家 我认为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一个是瑞士 一个是日本 瑞士呢 它的金融治理结构非常好 因为它没有使用欧元 实际上在欧洲的中心位置 没有使用欧元 使用瑞士法郎 它的经济层面呢 是非常好的 无论它的精密制造业 精密仪表和金融 日本呢 是从1990年经济危机 到前两年 日本经济呢 已经危机了多年了 所以说呢 这个泡沫也挤掉了 包括各方面治理也完善了 所以说呢 日本是看好的 那其他国家而言的话 就是都是 我们了解的数字时 都是不太好的 这是第一个和29年经济危机 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地方呢 是1929年时候呢 中国还是个弱国 1929年 刚刚北洋 北洋共法结束 蒋介石开始北伐 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呢 刚过了一年 所以说呢 刚过了一年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还是忙于内战 所以说呢 中国没有参加上 但现在呢 中国是表面上自己说 是一个利害国 他自己认为很利害 但这个是很荒唐的嘛 像别人宣誓厉害的话 你假如一个邻居 像老乡你说你 他是厉害了 这你肯定是不舒服嘛 就将造成世界其他各国的围堵 至少是说是不和他打交道了 所以说这个是不好的 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1929年的经济危机 影响的全世界国家呢 不到一半 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时代 这种全球一体化 所以说呢 波及的范围还很小 但这次新冠疫情呢 比全球造成了很大的波及 第四点呢 192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人可以清静 人还可以接近 不想帮助 但现在 19 现在2020年经济危机 这场新冠危机呢 是人和人都要躲 这个安全距离 不敢碰在一起 该去聚会的 到餐馆吃饭的也不去了 到酒吧也不去了 这个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第五条呢 就是1929年经济危机呢 导致了日本的清华 日本在一两年以后的清华 而且转向他们自己的危机 那么这一次 2020年的经济危机 如果危机大了的话 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清台 就是把侵略台湾 从而导致一场 或者是世界的制裁 或者是整个围堵 或者是热战 将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接着一个补充条件呢 是1929年经济危机呢 导致了世界各国的民主化 导致了世界各国的走向民主化 那现在2020年的这个危机呢 将会导致专制化 因为最近在学梦界 有一个声音是说 在过去来说 这个看来这几个月 治疗疫情的话 独裁国家相反是效果最好的 他们举了一个中国的例子 举了一个金三炮的例子 金三炮这个国家呢 只有一个外交官回去了 疑似病例 疑似啊他没有确诊 但是由于生活条件差 那个北朝鲜普遍生活条件极差了 连洗澡澡堂子都没有 这个人呢过了几天 忍受不住去澡堂子里面洗澡去了 洗澡去了后来这个事情呢 这国家也想让最高统治者 金三炮就知道了 金三炮这还得了 拉出去枪毙了吧 放到一个草场就枪毙了 所以说他现在是零感染 一个疫情都没有 还有两个国家小国家呢 是几乎很少感染 就是一个是纽埃 纽埃是很小的 还有一个叫瓦努阿图 我这就查了资料 南太平洋它的小岛国 这些地方和外边就没什么往来的 所以说没有这个疫情 那我们话题再说回来 这个情况下呢 我认为是会造成全球对中国的这种 围攻和孤立 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 此时此刻 世界各国的孤立和围堵 也在进展之中 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来说 我们不乐意看到过去 孙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呢 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狼式外交 这个战狼式外交呢 给世界各国 就是用一个学者 用学者程晓龙的话来说 就是不断的向世界各国呲牙 他给起了个名字 就是说 无论是这个耿爽也好 还是这个 还有那个发言赵立坚也好 或者什么 都是呲牙 向世界各国呲牙 我昨天看到一个信息 耿爽呢 原来是耿彪的松子 耿彪的 习近平过去呢 爺爺做那种 和习近平家族还是很近的 所以耿爽呢 就不断的呲牙 这个人这两年 他的呲牙是最多的 这当然也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就是说 现在来说 将会造成 极大造成中国的孤立 但是有一种做法 我也思考这种做法 将会造成中国的孤立 就是中国现在呢 迅速缓和声断 迅速向世界各国呢 盗窃 盗窃 那不一定是赔偿 就是说 同时给世界各国一些人道主义援助 同时政治上呢 不要那么强硬了 就是将会 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 多说一些软的话 和世界各国友好的话 就会就会造成呢 世界各国的同情 因为普世价值的人啊 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 其实都是有同情心的 那么会造成 但是习近平的这样来外交呢 不会这样做 据说习近平专门给外交部发言人 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号召他们一定要骂西方 一定要去展开了去骂 这个现在是不是 国内报道是这样一个条子来 但我不知道这个条子是怎么写的 只是网上能看到这个报道 那我们纵观现在的情况来说 就是各国对中国呢 形成围堵 这是一种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欧洲呢 也有可能出现欧盟的解体 也有可能不会出现解体 但是呢 这个解体的概率呢 我也认为 可能就百分之二三十到三四十 但是孤立主义情绪呢 是很大的 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当时看到的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这是我们共同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呢 将会甚至产生一种热战 就是 据说这两天 中国也在准备进攻台湾 这个解放纠报啊 多次登在说 放弃坏想 准备作战 准备战斗 那说明呢 可能是在做好充分的这方面 准备了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 那么 呃 大家拭目以待 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个突发的小事件 把他挤下战争 那种情况啊 确实不容乐观啊 尽管呢 有办法可以缓解 但是习近平的这一种性格 以及中共目前的这一种战狼式做法 似乎也很难回头了 嗯 呃 我们再来看美国啊 美国呢 对中国的追责声音应该是一浪高过一浪 并且好像现在说证据也掌握的差不多了 呃 那你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啊 是会走向冷战呢 还是会爆发热战呢 呃 呃 这两种可能呢 是各占百分之五十 呃 搞不好关系 是一个百分之百来说 那么 冷战会占百分之五十 热战会占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呢 中国这种战狼式外交呢 战狼是 而恨不得和哪一个 哪一个动物来说干上一仗 是这么一种经历 所以说呢 中美关系是 我我认为这两种是都存在的 呃 至于说打仗这个事情来说 其实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了 美国也准备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台湾也准备好了 台湾的中程导弹 据说也是对准了北京 还对准了中南海地区 那这时候呢 更出现有些有些有虚线下 前两周时候 习近平呢 不敢在中南海住了 而且要其他常委呢 也不要在中南海住了 统一撤离到西山的这个 地下野体和中式营地里边去 当然我们知道 呃 中南海呢 通到西山 西山玉泉营呢 有一条秘密的地铁 通过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在这个地方办公 中国已经转向了这个 霸军斯化状态 另外还有一些信息披露出来 习近平在一周一切吧 去了这个西山地区呢 专门看了秦岭山地区的 核设施和核导弹 准备来和美国这么一战 其实呢 美国这几年 已经准备好了 对中国的一战 就在于说是 和斯来启动这个战争 当然战争是对 每个民众都有伤害的 我们不乐意看到 但是呢 这些人 这些这样子狂人呢 不是以你我这样的善良的人 来一字为转一的 我们是捧着什么呢 正义和良知 以我来做这个学梦 所以说外边有人看 没有 没人看也好 我们捧着一个什么呢 我们把思想又搅出来 人是因为有思想而伟大 思想是因为有记录和传承而伟大 现在直播也好 视频也好 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出去 这些观点我们哪怕再过20年 我们看的时候 觉得当时我和张博士 我们说的这个观点 也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也有些时候 做了好多分析和思想调研以后呢 尽量说我们这个事情不要出现 尽量说是 因为中国能缓和下 能向那个普世价值靠拢 最近还出现不好一些 像昨天我听了一个 一个中国中美贸易的人说 自从三天以前 中国把把发往美国的口罩 乌西基又停了 其实呢是从 就是美国三月中雄的时候呢 三月中雄之前已经停了一段时间 后来经过这个外交情况下又开了 那最近几天以前呢 三天以前又停了 说我们禁止向美国出口这些 这些那个医疗用品 除非呢是哪个首富 比如贝尔盖茨呀 或者巴菲特呀 这些人个人购买可以的 美国州向中国进口这些物资也不出口 就是造成这种严格的对立 当然这是中国主要造成的 我觉得从习近平放弃了这个 逃光摇晦的政策 就仿佛呢 在和世界各国为敌 和世界各国做对立 当然他的这个 后来我还昨天还和一个中文的学者 分析了一下 我又一次研究了习近平一下 这个也很有意思 与这个今天讲的内容有关 研究了以后 我说习近平呢造成这今天的情况呢 可能是习近平这个人呢 人还是过去还是不错的嘛 他父亲呢受到迫害 受到打击 他知道共产党这个残酷 是他本身造成的吗 还是共产党这种专制主义 这个政府这个中南海的秘书班子 包括他的体制这个机制 越往高层中就越苛刻 越残酷 越这种激烈的斗争造成这种呢 这个领导领导告诉我说是 哎你提的很好 就是这两种可能 一种他本人是残酷的 他想建立一个宏图伟业 他想做世界的第一强国 因为他喜欢看这个大秦帝国 这个电影想做秦死皇 第二呢 他也也能认可秦死皇的残酷 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个机构是个残酷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是弱者不能生从的 就是战老二世的外交 所以是造成惊切的局面 它是两种可能造成的 那我们话题说回来 刚才来说中美这些对立也造成这样 我认为习近平就从他2012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2012年2月份他访问美国到华盛顿的时候 我也去亲自参加了这次活动 当然五六百号人嘛 人也比较多 代表美国的企业界一起去参一参 那时候还是很柔和 习近平也乐意搞好这个中美关系 但是不知道现在这几年呢 自从厉害了我的国播出了以后呢 他自己打骨神经抽错了 处处以中国为 处处中国呢 应该是中共 以美国为敌 以澳大利亚为敌 以所有的普世家国家为敌 这个问题呢 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那么造成这场战争呢 肯定是中共所挑起的 他们造成了这种孤立的情况 破坏了世界和谐的这种二战以来的状态 云龙你刚才已经分析了 中国未来三年的经济形势和整个社会的走向 那么你认为作为海外华人 他的应该采取做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目前这个动荡的局面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我们在美国地区呢 差不多就有五百五十万左右的华人 欧洲呢也很多 在海外世界各地的华人据说有将近六千万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第一个 第一个做的事情是 守好自己的荷包 把自己的钱呢 把自己的钱呢 守好来 把自己的钱守住 这点上尤其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挣这点钱不容易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挣钱更难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 把自己的这点钱守好了 节省着花 不要说一下子花出去了 更不要投资 你过去该买房不买房的时候 不要买房了 把钱拿住 等那个这场危机快过去的时候 你再买房呀 投资呀 那时候 固定资产价格就会降到低了 所以说我们就坦压的迎接这次危机 认可这次危机 就是说成了这场危机 守好自己这点钱 这是第一重要 第二重要的是 乐观心情 为什么说这种情况下呢 还乐观心情呢 我们纵观经济危机的时候呢 好多人精神呢 就出现那个抑郁了 这是世界各国都出现情况 就是经济出现危机 人民出现抑郁 抑郁了 不痛快呀 不舒服呀 但是我们海外华人 我觉得应该保持特快 乐观 乐观情绪 乐观心情 这个乐观呢 不是看着外边乐观 而是对自己乐观 相信呢 贴身我才必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这个乐观是主要指心灵健康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多读书 多学本事 特别疫情不能出门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看看兵法 除了松子兵法以后 看看五子兵法 未了子兵法 李未公问对 看看战争录 看看这些修生养性的书 特别是要做到什么呢 看看看好未来的形势 认为未来的网络时代 这个咋样更好的赚钱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为自己呢 发第三个很有意思 就像你我这样的做学问的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呢 多做学问 这个事情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时候在国内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呢 所有的学者都让把嘴堵住了 就是去年去年疫情之前呢 堵住了许张荣的嘴 包括我所知道的国内的毛鱼市呀 包括这些就是敢发生的 也不敢发生的 包括高智盛这些都是关起来的 这种情况下呢 你我我们这些人呢 在海外要多做学问 多传播思想 因为我们现在海外待着呢 还是言论自由的 共产党虽然有间谍 渗透到海外 说当时呢 这个总裁二部的这个 这个叶雪宁派了三千多人到海外 渗透到各岗位 现在这些人都担任高职了 但是他还没有对海外的知识分子 海外的打击和甚至说残杀 他没有这样情况下 至少我们看到 郭文贵都没有被暗杀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 共产党还不至于打击到 这些知识分子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个守好自己财富 第二个乐观心情 每天呢 这个要多学习 多种逼未来 搞定未来的知识 第三呢 我们要多做学问 把自己思想讲出来 为什么呢 为将来你有可能成为思想家 做准备 我举个小例子 牛洞在1666年 你看这个时间很好记 1666年的时候呢 英国发生了疫情 英国大疫情时间呢 牛洞到哪里去呢 牛洞躲避疫情 回到了乡下 在乡下呢 关起门来 他演绎了这个 牛洞的三大定律 三大定律 就是那个时候演绎出来的 包括危机风的完善 牛洞在那时候完善了危机风 为他呢 后来十年以后 疫情结束十年以后 牛洞就成为英国的大学者 后来乃至于成为首缺一指的 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乐者 那我们说这个话题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利用我们海外能做学问的能力 后来我数了一下 大致能在海外做学问的人呢 可能不超过一千个 像张博士这样的人呢 不超过一千个人 所以说人数并不是很多 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多传播思想 多要经验书目 多多看看哲学 因为哲学是概括所有学梦的 这个这个学梦 就是哲学是 是所有一些学梦的总和 这个从古希大到罗马 到欧洲到现在 我们认为能不朽的是哲学 政治学呢 都是一种写学 一段死期以后呢 就就会就会不必别人承认 丘建尔说过一句话 就叫说说什么是政治家呀 那是政客死了15年以后 别人对他的评论 看是不是政治家 所以说政治家也是不确定的 在这时候乐观心情 开货自己钱 同时呢要锻炼身体 台湾华人要锻炼身体 每天呢 在巴布鲁出去外边 在室内跑步呢 就是我每天在锻炼身体两次 每天吃两次饭 吃完饭以后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一个小时 为什么呢 切扛起体魄 为了未来做准备 你我都到这个年龄的人了 虽然在这些做学者的年龄中 你我还算年轻 我们这时候要充分的锻炼身体 身体 第四个很重要 要等待机会 现在是遇到这危机吧 危机是危险与机会组成的 我们深刻认识到 我们知道我过去和马云做的产品 都是一样的 都做网络黄业 都做这些 马云就是在SARS这个危机时候呢 做了这个 虽然现在有好多人骂马云 不敢他 但是我们认识的马云过去是 他高创业的时候 他做黄业 他还给我买过产品 那我在国家信息产物 卖黄业和卖数据库 那么那时候呢 他做了网络营销 做了网上购物 所以说成为了中国手去一支的大企业家 牛洞呢 演绎出了这个完美的危机峰 和这个 和这个牛洞三大定律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充分的 充分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多做一些思想 人不说是人五十多岁的时候呢 是思想的丰收季节 为什么呢 四十几岁之前呢 不成熟 这个考虑梦见不中学 那八九十岁的时候呢 甚至七十岁以后呢 不想说话了 觉得哎呀 说那些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 所以说社会的不完美 认识到这个时候 不想说话 那么五十多岁到七十岁之间呢 这是世界公认的 学者做学问的时间 所以说 我再总结一下 是第四个方面 第一个 看误好自己的钱 收好自己的钱 不要轻易投资 你仿佛看到那个危机 这个危机到来的 现在法地产出 掉了些价格 不要轻易去买 收好自己的钱 这个收好钱呢 你不能 不能单从发成 美元 更不能从发成人民币 应该是什么呢 分散开来 你比如美约的话 你一半呢 你买成金条 买成十五黄金啊 不是虚拟的黄金啊 买成金条 从发起来 另外一半的话呢 从成美约 但如果更理想的话 你从一部分 瑞士法郎和日月 这两个货币呢 是比美约更为保值的 因为美约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呢 可以总确说 一个半月就硬的 硬刷了4.6万亿 硬刷了4.6万亿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我最近和法拉盛的朋友 做调研 我说你们感觉到 最近刷这么多钱以后 菜价格这些 生活用品价格涨了吗 不是涨了 西红柿价格呢 是两块五一斤送过来 两块五一磅 和一斤差不多一样 就是一磅是等于九两吧 这个是叫做这个 我说大白菜呢 大白菜是两块 两个美元 两个美元一磅 我说这么厉害啊 但是是啊 这个价格还有涨的趋势啊 所以物价涨起来的时候呢 说明美元在贬值 美元呢 可能是美国政府呢 是想硬着 来剥削世界各国的财富 但是其实最主要 剥削了美国的富人 中下层其实全部都剥削了 那么同时呢 在危机中等待时机 危机中呢 一定要等待时机 苦行故意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老子肯定可以干一番事业 要有这个雄心 当然不能这么粗俗的说话了 就说是肯定我要干一番事业 将来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 同时保养好自己的心情 现在疫情的时候 把人关在屋里边的时候 容易抑郁 容易想不开 容易抑郁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心情仍然开朗 你我这样做点学梦 本着正义和良知 我们就很开朗呀 我们是是把话说出来 我们就高兴了 我们直接说了说了 直书胸义啊 直书胸义是很美的事情啊 所以说 还有点练好能力 练好能力 要想干大事业 能力是永远是不够的 一个人来说 要做到什么呢 能力要和你的事业相匹配 你的品德要和你的财富相匹配 这两个相匹配了以后 你就没什么风险 没有什么威胁 你就可以做一个坎道的人 做一个任何风险到来的时候 我都有办法应对的 这样一个人 我总之来说 提出了四条大的 这个应对的 华人应对的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细小的方法 好多细节的方法 我想观众朋友啊 包括您啊 都会想到这些方法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这四条 是放在所有人身上 都是接种的 都是可以 可以的进来 靠得住的 这个这个私下体系 观众朋友们 赵英龙博士认为 未来三年 世界经济形势严峻 特别是中国经济将面临 严重的撤资潮和失业潮 世界各国关系将走向反全球化 中美两个有可能爆发局部军事冲突 面对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海外华人应保持谨慎投资 并保持乐观的心态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赵英龙博士 好 感谢观看